天气转凉,就开始容易手脚冰冷吗? 专家指出,许多人手脚冰冷,大多是血液循环不良造成的。 日常可以用五个小习惯来促进血液循环, 也可以用物理性的防寒方式足欲,来间接促进四肢的血液循环, 保持手脚温暖不冰冷。 天冷手脚容易冰凉,恐是血液循环不良造成。 圣医诊所美容主治医师无意如指出, 导致手脚冰冷的原因有很多。 例如血液循环不良,贫血,因低温引起的血管收缩等。 但大部分的手脚冰冷,是血液循环不良造成的。 因为血液不足会很难将热量和氧气运送到这些部位。 五个促进血液循环的小习惯, 吴亦如表示,日常中可用五个小习惯帮助自己促进血液循环。 一、适度运动。 适度的有氧运动可以增加心脏活动。 促进血液流动,有助于保持健康的血液循环。 二、温热疗法。 温热疗法可用交替应用热敷和冷敷帮助扩张和缩小血管。 促进血液流动。 三、充足的饮水。 确保身体有充足的水分摄取,有助于保持血液稀释。 促进流动。 四、远离烟草和限制酒精。 吸烟和过量饮酒都可能损害血管,影响血液循环。 所以,远离烟草和限制酒精,也能有效改善手脚冰冷。 五、按摩。 按摩可以帮助促进血液流动和减轻肌肉紧张。 保持血液循环也能保养血管。 无意如提醒,保持血液循环良好,也是保养血管的好方式。 所以,保持这些小习惯不只能改善手脚冰冷,还能保养血管。 中医师赖幸福提醒,身体属于燥热体质。 一吃药膳,就容易上火的人。 建议采取物理性的防寒方式足欲。 使用46度至48度的热水,最好浸泡到小腿肚。 当小腿肌肉收缩,能辅助血液回流心脏。 改善高血压,血管硬化,间接促进四肢的血液循环。 手脚自然能温暖不冰冷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